娱乐至上小歪解说 好的 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 做完这场比赛就可以休息了 压收一下视频 对吧 稍微的洗个澡什么的 人生还在很美好的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紫色的瘦王弗莱 下面的话是银匪 小双双敲开局 就是这么自信 然后我们看到 弗莱的建筑造了 有点 这个这个都可以放个鸡蛋在里面 还是个大鸡蛋 鸭蛋都可以了 估计可以放鹅蛋 对不对 就角度上来说 这样蛮好的 好那我来看一下 这场比赛对点方向 我觉得对点方向的话 健身很难骚扰到 这边的一个大法师 我看一下前期 大法师练机会怎么样吧 不要太稳 要不要赌一把 弗莱这局用先知 不知道 不知道弗莱敢不敢 我估计 不太敢 有点不太敢 因为 因为现在 最近一段时间 弗莱的状态并不是特别好 如果说弗莱的状态很好 他会用先知跟这边银匪打 但是如果状态不太好的话 可能会用剑圣比较稳一点 因为先知这个英雄一点跳 很容易奔盘 还是用剑圣比较稳一点 英雄这边也是一个 待会堵个口子的一个节奏 这现在家都没封 开始进行正常 应该在第二个点的时候才能正常到 这边 英雄的话肯定是老老实实 直接拉民兵进行一个练击 主要是这样一个点位的 远点的一个远点的方向 就很难 能够第一时间靠过来上冬名 只要因为练击本来不死农民的话 基本上就不会死农民 因为对方又不是先知 好的 被网罪一个农民 被网罪一个 垂罪一个 问题不大 网罪一个 被网罪一个 还是有点稍微讨厌的 一个死了 稍微调整一下对象 大家看到没有 还在被这边的一个严实亏的给干涉 死了一个 接上这边自己选择去练击 好吧 这边剩到两级 练一下 这东西反正不亏 大法师这个英雄还是需要点肉的 尖身不需要肉 大法师还是需要肉的 是吧 那这样的话 这一波练击的话是10损失一个农民 应该说我觉得这样一个损失量比较的能接受 真的是比较能接受 一个农民的损失非常舒服 现在的话农民回家 然后接下来大法师先去练一个小点 接下来再练一组民兵去练一下这个 哎呦到三了 或者说这边过来练这个三三点也行 不过来这边的话 现在剑圣是过来练这个五级怪 哎呦这个五级怪练起来很累 大法师过来直接选择练三级怪 一个伏特曼练起来速度有点稍微慢了点 有点稍微慢了点 两个伏特曼了 好 这样的话只要练两个三级怪 他不想要练别的东西 五级怪估计不准备练的 只要是这个五级怪太硬了也不好练 练起来也很慢 剑圣这边现在赶过来 药膏已经贴上 赶紧闪 药膏不能被打掉 哎 跑过来一看 发现这边少了一具尸体 不知道后来会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 家里面新大门科技一升 然后民兵再拉出来 再练门口的这组五三三 是吧 这个打法就非常深了 这后面有没有回来 回来了 大法师绕到这边一个圆点 然后的话 其实我觉得没必要练这个点 就靠民兵到三级就可以了 是不是 只要到三级 这个大法师就凶残了一塌糊涂了呀 三级大法师面对对方的家里面的时候 简直就是 玉神杀神 现在这边没到三 稍微有点可惜 因为双线练 这个点没有人稍了的话 是很舒服的一个点 直接到达一个三级大法师 大法师现在还差一个五级怪经验 再忍一忍忍一忍 这个时候一定要忍一忍 可以打在地洞 这个可以打 双线把他点练下来 大法师到三级 这两极水元素造出来 那不是吓人的吗 不是说你能不能造出来的地洞 是你这个旧的地洞 能不能顶住的问题 还好大法师难不多 只能造 大法师还能再造一个水人 什么难不多 还能再造一个水人 这个凶的很 不然这个地洞 应该说是有点虚了 买一个鞋子赶紧回家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有点虚 好吧 现在我们看到这边 福特曼什么 一个两个三个 全部残掉 都都先回家 两个水人 哎呦 这个这个压力太大了 我们看到 全部钻出来修 这个就修住啊 这些人的损耗 已经是非常大的个天了 四个大地赶紧回过来 哎呦 哎呦 这两击 两击 两击的水人太凶了 真是太凶了 一定要解决掉一个水人 所以他这个问题就比较小了 比较 你说这一轮打完 二本科技完成啊 里面地洞倒是补起来了 但是这个资源损耗真的很 很很很夸张 很夸张 好吧 因为这边先往后撤一下 家里面的商店要补了 商店要提前补一下 我记得因为的福特曼还是比较多残血 对 基本都是 都是半死不活的福特曼 今天这个时候的也是要发挥这些主主管的东西 尽量寻找对方的一个问题 四个打击将这个水人给围住 哎呀对 但这个水人经验应该拿不到了 可惜 直接补下了魔法 看来福来也是准备好 这这种打法我知道你要来二本TR了 也是很明显的一个套路 二本TR是一个必然的事情 挡也挡不下来 买了鞋子跟粉 然后中间弄一个瘦王去TR 好在 福来这边 现在反正已经是四个打击 在家里面防守 健身去外面练一下到三级 这个等级还是比较理想的 一个三级的建设面对对方三级大法师的时候 反而会也也也不会显得特别的 特别的那种烈士的那种感觉 四个打击这个时候重点先解决对方的猪 对不是水人猪 重点先解决猪 但是的话一个优秀的人猪选手 他会把这个猪拉扯拉得非常到位 打苦工 打死一个先 打死一个苦工 苦工其实还是比较坚挺的一个兵种 猪的话一定要先解决掉 这个猪很讨厌 优先解决猪 但是因为猪这个 它可操作性要比这边的水人大 水人跑了比较慢 猪的话生产小 然后的话又是跑了比较快 所以的话猪主要操作一下的话 很难杀死 但是一定要优先打掉这个猪 这个猪肯定要先解决掉 当然如果你能围住水人 另说 好现在我们看到这边 弗莱就是严防死手 家里面这边现在是出这个蓝屋 进行一个补解 35人口 对部个民房了 弗莱现在是真的急啊 要说一下 哎呀你的大法师 这一次你逮住了被我 这一次你被我逮住了吧 不在追吗 不要追了吧 我觉得 这这这一波还要追吗 这要是你这么这么个追法 感觉追不上啊 是不是 这么个追法 你好像追不上 追追追追到天涯海角的一个节奏啊 这是 直线走 还是转不过来 没必要这么追吧 还是要守自己的一个逼BS 现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个BS又有点危险 这个兽王 这个兽王 哎兽王 兽王这边打掉这个BS又能出来 哎呦 BS又被打掉了 真是亏 追对大法师真的是亏大了 其实当时弗莱有点犹豫 回了一下头 如果他回了一下头的话 再坚决一点 直接开交捲轴 其实还是也是可以的 但他也没有开交捲轴 所以的话在这个最终的结果是两头接空 四大接空 补点苦弓 还好这魔防补得早 木材可以第一时间补上去 现在的话反而喊着两个英雄都在 几个牧师的话 已经把这些伏特麦给养肥了 直接选择二本TR 这部我觉得TR过去的话 应该是拿不下来的 应该是拿不下来的 因为你部队不是特别多 你只有三个伏特麦加两个男巫 我看了一下女巫有两个 那应该说我觉得这一波还是不好说 真的很难说 能不能顶坐 很难很难说 哎呦 弗兰 这这这这都已经这么来了 板断这都已经出起来了 好吧 反正就是剑塔也补下去了 反正现在弗兰已经是全心全意锁出这一波 行不行再说吧 反正肯定是TR你是阻止不了了 那那只有享受被人家蹂躪的快感 然后再在快感中寻求一个反击的一个机会 你也知道这种事情的 妖术一下 这边想要擒泥先擒王 但是这很难 因为有妖女巫 哎 女巫呢 女巫呢 这个我觉得很难杀掉这边 那好 只能把他赶走 但这波可能是弄不下来 苦工钻地洞 砍 健身这边当心好 有个交捲轴问题不大 可以走 关键时候可以撤 女巫这边有多少男 又是一把减速 健身把自己血给弄缠了 再加捲轴再开一个 板断车已经有了 这板断车来的速度真够早的 提压高 地洞这边全部装好 然后反正就现在就是圆防死守了 哇 这个 这个祭坛的位置放了也有点稍微太凶了 包括板断车太早了 这都还没有开开干活了 这板断车都已经打破打起来了 剑塔也变也好了 顶顿伏特曼应该是没有的 这一局 这肯定没有顶顿伏特曼 这这这血皮 吃掉 这怎么可能顶顿伏特曼 这是不是两三个伏特曼 不会研究顶顿的 这样的话 剑塔输出就比较凶了 就比较凶了 那个剑塔输出 调量板断车 板断车往里面躲 这个这个 这个口子倒是不错 正好能够进去 这样的话 这方的这个剑塔应该是意义不大的 我觉得这一波应该是能顶住的 对 因为弗兰这边主力都在 然后人主这边的话 现在这个这个地洞点掉一个 哎 这地洞点掉一个 人口看一下 好 50人口 弗兰 你50人口了不对了 我操 怎么人口这么高 急风步一下 然后这边进塔起来 这两根塔起来倒是有威慑性 弗兰应该不会让这两根塔起来 等一下这个水人 弗兰麦现在进去是砍 哎 这还真研究顶顿 我觉得这个顶顿研究意义不大啊 三个弗兰麦研究个顶顿 其实真的有意义不大 浪费资源 我就没必要研究顶顿 有个血瓶 弗兰这边健身也不急 砍 反正有个血瓶吗 有个血瓶吗 哎 哎 血瓶吃掉 素王这边一己当心一点 第三辆板人车 我靠 这边现在这祭坛是第一时间被打掉了 反正这祭坛现在意义不大 我这板人车三辆打这根塔的打 这太太凶了 这地洞 我终于似乎把这板人车没有卡住 还是能钻进去了 注意好调整位置 炸一炮 现在弗兰就靠板人车吃饭了呀 三个板人车我就真的问题不大 大家觉得呢 你应该能顶住的 这三个板人车根本修不住你看 你在怎么修呢 炮炸他们扔下去就就疼啊 随便冲上去一轮 一轮哎呀 一根塔倒掉了 你看这板人车三个冲上去太凶残了 然后对方又有剑塔在那边 你根本上不去法师根本不能上 大瓦斯这边又又又又又又没有水人 水的话现在 冲不进去了 板人车对方又可以通过推你的这个剑塔推出来 这根塔给他点掉 弗莱克这个不能接受这根塔 因为这根塔能点人家苦工 弗莱坚士没必要上啊 我觉得这个完全没必要啊 干嘛要上呢 要跟他买起来给他贴一下 现在板人车吃饭就可以了 因为这边一看我靠这这兄弟你板人车 出了比我塔还快我怎么玩吧 根本来不及推啊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殡因也还在 然后呢这个主机地点也是比较玩的 就推了个祭坛 这东西显然没什么意义啊 三样板人的推塔的话速度非常快 修也修不做 不过因为这边的法师基本上没死 使了几个福德曼 我也觉得这个福德曼顶顿意义不大 但是研究下也好 反正也是顶一段时间吧 弗莱这边显然也是知道这一波 TR扛住了不代表比赛就获胜了 因为这个只是刚开始 人家立马转型一个阿本的法师也是 万金油也是套路很深 板凳车啊这个时候板凳车 你别看弗莱有湿气人口 这12个人口的板凳车 防守是不错啊 进攻就有点不足了 机动性太差了 跑得太慢 要是趴着一个移动速度能够跟这个狼齐一样的话 那才牛逼啊 是不是 好的因为现在是选择链接 自己也是太舒服链接起来 家里面我觉得可以出点破法了吧 破法也可以出了 对纯纯纯的法师 没有肉盾的话 两个英雄会很吃力 必要来点破法 现在看到这边练了一个大点 宝物是大无敌 这东西不错 健身可以看到两个农民可以砍一下 力量一加六 哎呦我擦了十四点力量 这是我1100点选 输出也是非常高 这就是人主的部队里面 受网的输出是非常关键的 大马跟受网的两个输出点吧 召唤物的话更重要是硬仰吸引对方 不在这边研究了一个 一防五十人口整 这部队看的很少 你看到没有 五十人口的部队怎么 就看起来就好像 就两个大技加进攻 两个狼旗 因为 白牛 因为板装车 十二个人口 就活活站了十二个人口 但这三个车子没有出动 移动速度实在太慢了 其实打法式还是有点用的 砍掉水人 先生这个时候在边上 始终是想有点想法 一个女隐身 再隐身 我和这个调戏我们看到 赤裸裸的调戏啊 别别了你没来了就不要这样了 对做人要低调 不要抢了这个点 这个不要抢了吧 抢 我靠这还真 真抢了没想到 大蓝牌没想到 这有点亏了 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我这个这个真是有点亏 哎哎哎 这就让他扯出去了 我靠 也是有点假 也是有点假 所以我就这一波 Fly真的很亏 为了赞点经验 合并呢 这要是把这大蓝牌给抢回来 我就觉得你这波赚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你这东西没想到 经验我觉得不关键 我这个大蓝牌要是被抢掉的话 就不来就 哈哈哈哈没想到 只能是 哎 亏啊 赔了负的又折兵啊 是不是 真的是不转 真的不转 这真的不转 白白亏了个大无敌 你觉得转吗 完全不转啊 我靠 真正的男人 姚明啊我靠 他边上那个 你看这什么真的是 真的只得他到他腰间啊 咱看一下 我就是说我太太 威猛了 真男人受网 是不是 是王的高度 比人家站骑的马还高 你敢相信 这个就是叫高头大马 比高的大马还要凶 这个有点 有点太过分吧 旁边都是小矮人啊 都小矮人 是王的步子也大 卖起来碰碰碰往前走 哎 尾掉了 六四个人口 夫拉人口很高 呃 现在是一房 一房 你说这还真别说啊 夫拉 现在 因为这边开两框了 要是因为这个时候打了坏一点的话来一个召唤隐身雇佣 这个召唤物来换的话 有可能会把弗莱给拖垮 因为弗莱的部队机动性很一般的 吸血光环 我觉得弗莱更喜欢就跟你打一波正面决战 一波打完这场比赛结束好了 我吧 不要不要洛西啰哩啰说怎么该干别的事情 不要有这种想法 我们就就就打一波正面决战 弗莱就想着打一波决战 弗莱就赢了就赢了 输了就输了 因为这个时候可能想着我开两框对吧 我都给你转圈 买TP给你换然后呢利用这个隐身猪啊隐身什么水人啊 给你无限给你换家 换了半天以后呢你家里面就崩盘了 你看到现在这个家已经是有点 后院起火的感觉 所以你知道男人要有视野一定要有个安全稳定的大后方 对吧这个这个故事大家都懂的 后方不稳前线就有点虚 对吧所以有句话怎么说 外面彩提飘飘啊 家里红旗不到哎不对这个好像有点节奏不对 祸起消强啊对这句话就对了 刚刚那句话不对祸起消强祸起消强 不来现在压过来要跟英飞打一波正面决战因为这边现在资源很缺 这波决战敢不敢打 我觉得如果说祸来能够站稳地形三个板凳设的一个输出环境 非常高英飞拉出民兵这两个民兵我觉得有点稍微意义不大吧 这波祸来我觉得可以硬钢大法师暴雪扔下去 兄弟们全部顶上来 这波可以要打 哎呦这板凳设的位置在人家暴雪下面 一个板凳车要倒着了 又一炮干掉一个单位 两个板凳车三个死一个了 打着商店先打掉 大瓦斯的暴雪现在是一个很好的输出点 又是个暴雪因为暴雪的话对这种什么移动速度慢的苦工啊什么 板凳车来说绝对是一个绝对是一把一把利器啊 往前进 只要这种法师被人家保证车打击的话基本是 顺秒 然后另外一边英飞就是用暴雪加这个召唤猪啊什么点进车子 车子这边比较脆嘛 移动速度又慢 点点点点你这个东西不要太开心 英飞现在往后撤网柱这边的一个破法 网柱以后再杀掉 板凳车 又是个暴雪下去 网柱大瓦斯 两个板凳车又是一炮 再一炮 牧师要死了 哎这牧师又被弹掉一个 你看这板凳车太凶了 不过我们看到英飞这个猪啊偷偷又点掉一个 对你看他某次都在用点你的车 你现在只有一个车了 大瓦斯又是一轮炮 破法现在已经是有一排了 城墙 一排的城墙 不然现在看到这个还破法有点稍微无奈 真的是有点无奈 家里面毕竟人家两况经济 人口瞬间不到60 回来这边只有58 人口已经没反超 三个板凳车 剩下 剩了一个 因为依然不急不缓 他两况在手怕什么 这个时候时间一过去我优势越来越大 淡定的很 很自信 因为这个时候 只要时间拖吧 我这边法师使命使命出啊 我现在两况经济 我怕什么 然后这边隐身的这么战因啊 什么猪啊 继续点你家里面 就点你这个什么车子 科多什么的 点击地动 你这边一况支援 比赛已经进到18分钟 我看你还能坚持多久 活活耗死你 对不对 庞扬大悟 庞扬大悟也是很难掉头的 显然这个时候因为就想要插入对方这个点 然后的话正面不跟你打 就给你打个牵制 随着时间的退役 哈哈 我就变成大哥了 买了个绿皮 变成卷轴 这东西可以卖掉 然后的话家里面已经达到70人口 英飞这人口涨得非常的快 分分钟就超过弗莱很多了 59人口 弗莱刚刚那波本来还是觉得自己还是比较稳的 没想到一打 遇到一边英飞 一路往后家里面 从家里面开始撤撤撤撤撤撤撤 这边 好了弗莱发现自己已经没能量再吹了 就是对对方的那个相当于对方是太极拳 英飞太极拳吗 弗莱是 大力金刚掌 对冲上去以后 弗莱觉得自己很凶 打了英飞是节节败退 但是发现打了几十拳以后 打了一套大力金刚掌以后发现英飞 开始反击了 英飞说你把你打完了轮到疙瘩了 是不是 这个东西是有套路的 攻击赚加9 他这边是给了一个给大法师 卷土重来 英飞如何应战 老方法 老平行装 76人口 英飞这边这波TP回去 是有底气了呀 人口比你高 我怕什么 只要英雄不死 我觉得问题不大 但看一下这个装备上来说 很难死 砍242 先把绿皮给秒掉 驱散一下 吼叫瞬间把那个驱掉 这边还是有几个单位能去 加到的吼叫效果 合作这边要吞一个单位 板断车在后方被他战营在点 这个战营应该板断车能撑获的时间不长 农民拉出来 现在我们看到英飞的破法都要太多了 破法太恶心了 打不动这破法吞掉一个也行 现在这边切 5G剑胜还是有点输出的 但英飞现在一路往一路往后 调整一下 现在我觉得英飞基本上就不动了呀 不动说明一个问题很严重啊 再往后拉一下 看着继续暴血 扔下来 哎呀 输出就是高 网住大马斯 弗莱只能通过狼奇的网网住 但是这个时间下去 虽然有细节光环加一道波 加大杰特发现顶不住又是一本堂 我们点掉 弗莱也是很注意节奏 但是英飞还在老方法 太极拳 不管你多凶 我就是往后面拉 往后面拉 拉着拉着你就不行了 别看你兄弟这么凶 追着我打 但是追着 追着追的人不代表是强者 现在英飞就是那种给给弗莱种感觉 这真的是被黏上了 现在这个时候弗莱就是进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你看进了半天发现自己部队越打越少 反而退了英飞越打越牛逼 你怎么办 是不是 车子倒了 科多被打残了 部队被打全部中减速了 现在换到这边又没蓝了 你说这这就是这就是残酷的一个现实吗 所有人都中就游泳了 大瓦斯现在大瓦斯为什么这么飘逸的走位啊 看不懂啊 好了就这么一个节奏 英飞一两两框在手 如果说这场比赛英飞一片矿的话英飞可能就慌了 钱 哎呦 家里面还有这么几个兄弟 钱马上就没了 弗莱迪变已经没有钱了 所以如果说一矿的话两个人都残局的话这事情也很难办了 但显然我们看到英飞现在有一片风矿 这边风矿在英飞手上应该说英飞相当自信 怕什么 我有钱啊 74人口打完以后一样74人口 Fly这边就不一样了 只有55人口 而且现在时候远程采矿 远程采矿就比较吃力了 这毕竟是 这事情毕竟干起来比较辛苦 一共零防 英飞这边还在研究攻防 买点买买我觉得买点没来血瓶什么的 我觉得这波可以打了 双TP我靠这也太稳了吧 完全不给对方不给这边的Fly机会啊 双TP 双TP 也是钱多也是钱多 双TP有点太凶了吧 Fly现在远程采矿 他估计也没有这个资本去开片矿 远程采矿这样的话 英飞现在我就可以反击了 去地方叫那边拆地洞 这是一个最稳妥的选择 Fly一波万金有了部队 这个部队的机动性也一般 并没有特别好的机动性 跑了也比较慢 沉默权这样的好东西 B2的时候可以沉默的地方 大瓦斯爆血过来 直接点第二个地洞 研究了略夺 研究了略夺 我觉得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是 底气腰板已经很直了 75人口 攻防也上去了 一攻一防 是吧 这个时候的话把他地洞给 拆掉大法师的蓝基本就不缺 还有300多件蓝 5G大法师 我天 三级的暴血 输出又高了一层 直接把这边Fly家里面的地洞全给洗劫干 Fly这边这个时候不敢回去啊 只能选择去拆一波人家风矿 但我估计因为这波会守这个矿 正面打得过 怕什么 干嘛要跟你换家 直接把Fly三门基地给拆掉 Fly应该也看到这边这边矿了 发现了有点晚 发现了有点晚啊 这边英飞选择回来 TB回家 TB到里面 位置 文还是很稳的 这把沉默我的天啊 这把沉默沉默的不要太帅啊 这把沉默我觉得100分了 这次真是100分的沉默 真的是100分的沉默 但是大法师有无敌也杀不掉啊 100分沉默 绝对100分沉默 一个沉默全中 也是有点凶 持续的暴血 我是三级的暴血 Fly的不追 瞬间全倒光 这这这应该说 Fly的部队已经是全倒光了 大法师被一群兄弟围在里面 打出了机器 这个沉默是很帅 但是改变不了比赛的一个结局 比赛的话我们看到前期的话 英飞呢速度到达了一个三级的 大法师对Fly造成的地洞进行压制 内部应该说是英飞小赚的 然后的话Fly的选择了一个 阿本直接补摸方 然后的话 等待对方TR 那Fly应该说防TR这一套的话 应该是非常娴熟啊 也是提前出了板凳车 放了剑塔 也是让英飞非常的无奈 英飞呢是 虽然塔起来了 但这个塔位置比较靠外 然后对方的有三个 三个板凳车 英飞一看完了 这这一局TR肯定不成了 完了我去走法师路线了 这样的话英飞走法师以后的立马是选择开出两框 而Fly的由于说是这种板凳车这种东西 你也知道 防守呢还是可以了 一拖自己的建筑对吧 对方不敢轻挤妄动 一旦到了野外 对方的什么猪啊 战鹰啊 一直戳你这边抵挡鼓 戳了这边Fly的板凳车的一个个 一个又一个倒下 而英飞呢又是深安尺道 对吧 各种太极拳 左一拳右一拳 Fly也是难以招架 最终的话倒在英飞的太极拳 手下 好的恭喜英飞拿下奔仓比赛